美国纽约的慈济志工罗刘贵真师姐 14号因病往生 他捐出了器官以及大体 生命最终化无用为大用 纽约的慈济人为罗妈妈举办了追思会 谈起他志工满满的不舍 也献上衷心的祝福 慈济纽约分会为香妻志工罗妈妈 在会所举办感恩追思会 尽管只有短短一天的准备时间 但追思会的这一天 将近450位至亲好友和慈济法亲 纷纷从各地赶来纽约 将会所的二楼和三楼全都坐满了 大家一同追思缅怀最亲爱的罗妈妈 她常常说慈济让我有这个机会去上班 我实在好感恩 我有地方去 她说这个比什么都好 我永远都有地方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慈济忍者 切记要快去快回 再回实际世界的大愿 深信我们师徒再见之期 应在不远之日 看着荧幕上 一幕又一幕罗妈妈的身影泪中有笑 大家再一次聆听罗妈妈的人生智慧 也再一次对罗妈妈说 我爱您 罗妈妈 好想你喔 一般上送她回家 看她走上去还跟我挥挥手 我看到进门口 我真的不肯相信 想不到这个军事 那天送了一个这个莫大的礼物给我 不舍 很不舍 罗妈妈 我永远爱你 我永远爱你 牵手走过悠悠五十载 八十二岁的罗爸爸拿起吉他 最后一次为罗妈妈弹唱这首 代表思念的日本歌 这一晚 每个人都哭红了眼 纽约分会执行长张继舵哽咽地弹着 罗妈妈是纽约分会 每天早上开门的那个人 我们两个经常在会说 我不听她的话 她会说 你为什么都不准时来用餐 我并不是不准时 偶尔都有一点依赖 认为说 有她的存在 我们随时都要吃就有 只记忆为什么这个家 有罗妈妈的存在 就联系了大家 我们希望 罗妈妈 她可以休息了 眼泪施不舍 大声唱出最美的笑容 每个人回忆起 属于自己和罗妈妈的一段故事 献花献上祝福 志工们哭成内人儿 但坚强的罗爸爸 给予大家安慰和拥抱 而我们永远记得 罗妈妈脸上的那一抹笑 愿罗妈妈带着所有人的祝福 早日乘愿再来 大一新闻纽约报道